很多的画伙喜欢养一些官业植物 让我推荐一些 前两天开箱的时候也讲过曼绿绒 这个叫金丝曼绿绒 说白了它就是一个金钻 只不过它出现了很多这种金丝出来 所以说也叫薄金钻 因为薄金的名字比较好听 这个东西的养护方法就比较皮实了 你可以看到它会很霸气的 从上面长很多的根出来 也是不止一遍的给画伙们说 我说画伙们呀 你们浇水的时候一定要干丝循环 如果干一点它还长根 你看这种不仅仅是在花盆里边会长根 像这种植物 大家一定要了解 90%的一个植物 它都具备在枝条上面长根的一个功能 你看这根系长得太棒了 不光是花盆里边有根 看到没 它在这个上面也有根 所以说任何时候花伙们一定要记住 干了再焦不干不焦 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就是在运输过程当中会显得这样晃晃的 你看也站不直的感觉 但是这个根系一旦长下来 它就会固定住 拿捏得死死的 就到那时候就长得是很很坚固了 就是满盆了 像这种情况也是可以换盆的 来咱们也是给它换个盆吧 好吧 像这种东西的一个根系呢 还是比较发达的 大家可以换个略大一号的盆 我随便找了一个这种空根的加仑盆 先比划比划 差不多 接下来呢 就是把这个土倒进来 像大家在种这个的时候呢 就先别着急去给它用什么肥料了 因为这个东西它根系哈 不是说你肥料越多它长得越壮 这玩意儿你就少来点肥 加入底土 好 来 把这个 放多了 我先降一降 好 直接加土 用土的时候呢 还是尽量的选择这种收软透气的 我手里面这个呢 就是腐质土 现在学名行业里面呢 就叫它泥炭 好吧 对于老前辈们来说呢 这个就是腐质土了 非常挖赛的 咱们家也有卖啊 这个都参好配好的 买回去以后就直接用 也省心 当然了 如果说大家想买纯泥炭的话 咱们家也有瘦 是这样 有的话说什么时候该换盆 什么时候不该换盆 还是那句话哈 打开以后看看根系 长满了就换 没长满可以过两天 好了 咱们放的土有点多 稍微扒了出来一点 露出来表面的根系 把土往下塞磁死一点 定时一下 大家也埋的时候 也不要埋太深哈 埋太深还是容易焖根的 好了 它有点东倒西歪的啊 大家可以找个筷子之类的 稍微给它做一个支撑 省得它东倒西歪 东倒西歪 然后氧化也不好看 就这样稍微一支撑就行了 然后静静的放到那里 它对于光照这一块呢 不需要很强的 如果说大家能晒到点太阳 也没什么事 还是要给一些闪光 如果说一点光照没有 你在洗漱间里面 阴暗闷热的那种 这个就不行 喜欢闪光 那温度的话呢 耐寒能力就很一般了 那是比较喜欢温暖的 那总体来说呢 还是比较好看 肥料的话呢 大家就选择通用的 你像咱们这种种下去呢 它对肥料的需求并不是很多哈 稍微来一些就行了 这花了多优质克力控制肥 就来这么些 给它撒到盆边 一百天来它一回就够了 就可以了哈 正常浇水 该浇水的浇水就完了 也可以半途啊 不要太多 肥太多了 对它来说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浇水的时候呢 那大家还是尽量的维持干湿循环 放到电视机啊 客厅很大气的一个花 它能长到很大 能长到一米多的 能长到很大的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大绿植 好了 一篇关于这个薄金转 就是金斯曼绿容啊 给大家分享了一下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 可以来我直播间 或者说收我的陶电啊 老华一自营店都有售的 好了 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拜拜